这时欧阳锋也语讽讽周伯登不守信用 说好书的人要跳海自尽 只见周伯登笑了笑又整直立场的鲨鱼 一旁的郭靖突然响起 这正是在大船上被欧阳克用木棍顶住大嘴的那条 也正是如此他才没吃到中毒的鲨鱼 欧阳锋猛然一惊知道自己失望赌鱼 便让周伯登提出他的要求 周伯登有意戏弄他 便让他当众放个屁给大家听听 欧阳锋虽敢羞辱但也不愿当众失信 只能强行憋出来个屁 训证众众人鸡毛虎鼻 闻完屁后周伯登提出要带三人离开 欧阳锋也不愿意再跟他纠缠 便让玩意红铁给他们一条船 这时林志上人站了出来 直言他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根本没把自己看在眼里 却不掉遭到周伯登的一番讥讽 顺时林志上人通波击出 却被周伯登一脚踢开 随后林志上人运起尽力 一张打中周伯登 却如同打在棉花上 根本毫无威力 周伯登也不愿意再耍他 直接单手提起扔到了海里 随后周伯登再次提出离开 以无人敢去坐岸 待四人离开后 玩意红铁带领众人回到大堂 并向欧阳锋说出了此行的目的 原是五目一出藏在连岸的皇宫里 他这次就是带领中高手前去抢夺 希望能得到欧阳锋的帮助 身旁的阳康看出欧阳锋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便说五目一出内藏有绝世武功 抢到之后一定双手奉上 这让本就是五次的欧阳锋顿身含了兴趣 答应与他们一同前往 就在这时 只听远处传个碧海潮升曲